今天的总编辑时间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新闻点评来宾 是中时电子报的总编辑梁宝华 宝华兄您好 是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好的 宝华兄 我们晓得这个GDP 这个是所谓的宝八 至少有80%的年增长 一直是大陆的心理关卡 不过今天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它的这个所谓的宝八 变成了是7.5% 那请问就是说 这背后是透露了什么样的政策思维 或政策的优先顺序 是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一点来看 我觉得中共对于今年的整个经济 基本上还是在防通膨为主 是 我们可以这样看 因为整个中国大陆 它现在有一个实际的情况 就是每一年所谓的新增的就业人口 像比如说大学本科毕业生 基本上就是660万 是 它绝对是就业市场的刚性需求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整个经济发展 一定要维持一定的程度以上 它才足以满足这样的一个就业人口的新增 也就是8%的由来 对 这个也是之前为什么一直说 他们今年的GDP目标还是以宝宝为主 但是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相对务实 这个7.5的数字 它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整个全球大环境 真的让中国的整个出口 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他们商务部部长陈德明之前就自己说过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 2010年他们整个外贸成长就是以出口为主的部分 它成长是大概有到32% 到去年大概是22% 然后他说到今年 他估计它的成长数字是跟GDP一样 换句话说是8%左右差别非常大 从32%到22%到不到10% 对 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看到 它整个出口的衰退程度 绝对超乎他们的想象 所以我们很多台商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之前有非常多所谓的广东那一带台商 官场的一些说法 甚至很多事实都一个一个在传 对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7.5这个数字 相对来讲就比较务实 务实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情况 它去制定的 那同样的我们又可以看到 去年整个CPI曾经高到6.5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说 这个整个通膨会让整个真的通膨的问题 对大陆来讲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性 你的收入如果真的不足以成长到8%以上 那6%以上你全年的这个情况 一定就是负支出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它对整个打通膨 防止整个市场的不稳定是非常用力的 其中打房我们都可以看到 那房子一打本身对于经济的成长又出现大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水泥也好 钢筋也好 保守而且可以做得到的一个数字 是而讲到这个所谓的尤其您讲的就是打通膨和打庞 它相关影响到了很多的这个企业 像这个武刚的这个代表他们就说 他们现在毛利率的去年就只有2% 实在是低到一个不行 他们还要想要diversify 就是扩展这个业外的事业 不然的话让他们的经营都变得比较困难 不过我们还想要知道的就是说 如果说保八是一个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最低需求的话 那七点五跟八之间的差别又在哪里 七点五这个数据基本上还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数据 八是一个普遍性的说法 这个也是大陆很多经济学家按照他们实际的就业情况 实际的市场发展情况所普遍说出来的一个公认的一个数据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科学的 对对对对对 绝对不是一个完整科学的 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说 中国过去过去几年 我们即使从2000年开始看 一路看到现在 他所有实际的增长数据 绝对高于他政府工作的一个目标 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另外还要注意到的就是 就成如这个总编辑您讲的 这个大陆呢 今年的外贸可能会到只有8%而已 而现在呢 这个大陆改革开放30年了 我们可以说是关关难过 关关过 那但是呢 面对目前的挑战 很多人就说 包括了大陆的这个国企的改革 然后还有这个 比如说银行体系的改革 以及呢 整体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分配的正义 乃至于扩大消费内需等等 这么样多的挑战呢 现在被视为是同一批的时间 一起要面对了 那您认为就是从过去的经验来展望未来 那大陆的领导班子 对于面对这样的难关 他能够有效的处理吗 是 所以我要说的 这个7.5这个数据某种程度是 因为现在这个我们今年大概10月就 10月下旬 大概18大要召开 所以现在的活温体制 某种程度说起来是进入看守状态 所以他必须要保守施政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 才会定出这样的一个数据 但是我刚刚也说了 这样的一个数据肯定要被超过的 而且真的就如主持人这样说的 中国大陆整个经济发展 真的某种程度只要国际越坏 他们相对可以越好 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 一个是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一个是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 这两个 一个是区域性的 一个是全球性的 都让中国在这个过程里面 经济快速茁壮 好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都可以看到 所以我相信说 即使面临欧债风暴 美国的经济增长 还不稳定的状态下 我估计中国光靠自己的内需 某种程度应该还可以撑得起 7.5到8这样的一个数据 好的 谢谢这个宝华兄的点评 接下来我们还要来看的是 俄罗斯了 现在俄罗斯的总统选举的 第一阶段的结果已经揭晓 就是现任的总理 Vladimir Putin 他以超过60%的得票率 就再度的回国当选了总统 那普丁呢 他在发表胜选谈话的时候 还激动落泪 我们一起来看 俄罗斯强人前情报投资普丁 脸上见人挂着泪珠 因为他再度当选 成为俄罗斯新任的总统 超过60%的高得票率 让这位充满争议心的铁腕总统 重新做回了总统大卫 不只是普丁眼角含泪 在场的少万支持者更是情绪激动 不过选举期间 舞弊事件接二连三 让人怀疑选举的公正性 反对者纷纷呼吁当局重新选举 普丁在2000到2008年担任俄罗斯的总统 8年后依照宪法卸任 转而担任国家的总理 继续主宰着俄罗斯的大政 2012年再度出马竞选 这回总统任期改为6年 未来再加上2018年如果顺利连任 普丁将主宰俄罗斯的政治 长达25年之久 超越史达林的记录 中文新闻 红云超报道 好 当然史达林他的执政 是这个延续不断的 不过我们讲到这个苏联 从1991年解体到现在已经21年了 而普丁以总统的身份就已经执政8年 之后他是把职位在2008年的时候 我们刚刚看到的新闻是 禅让给他一手拉拔的梅德维杰夫 然后自己就担任总理 而梅德维杰夫也干了4年总统之后 就决定要禅让由普丁重新的复出 竞选总统而且获胜了 这引发了西方国家 还有部分俄国民权团体 我们刚才也看到他们的批评 所以这俄罗斯的政治体系相当的特别 对 我觉得基本上无庸置疑的 他就是一个强人政治 而且非常清楚的 我一直要说 所有的共产党领导 基本上一定是枪杆指挥党 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中共也一样 他的所谓三位一体 中央军委 军委 然后中共中央 总书记 总书记 再加上国家主席三个位置 我觉得普丁最重要的支撑点在于他掌握军权 也就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才有这么强的权势可以为所欲为 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不管他当总理也好 或者他当总统也好 他只要当什么 基本上权力是以他为核心在赚的 是 所以差别并不大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呢 就是有一些人 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新闻里面 就讲说他的执政的时间 如果能够最大化的话 跟史达林 比史达林都还要长 当然拿普丁跟史达林比的话 一定会引发争论 不过目前看起来的话 就是说 普丁似乎是跟史达林类似的 就是他只要权 不要钱这样的一个人 而不像比如说 像是埃及的穆巴拉克 或者利比亚的格达费 就是不但是要权也要钱 最后引发了革命 也是不是就是因为 就如同大部分的外电所报道的 在普丁的执政之下 大部分的俄罗斯选民 还是觉得说 由他主政经济比较会发展 所以他们比较安心 是 所以从1991年 整个苏联解体之后 真的受苦的是 比较广大的普罗群众 是 所以经过了那一段时间之后 所有人对于能够改革经济 改善他们生活的人 相对来讲是比较能接受 那其实说在去年前年年底到去年 一大半的所谓的莫丽花革命 一路延烧到俄罗斯 所以为什么才会有所谓的 那个白世代运动 在反普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即使在这样的压力下 我们都还可以看到 他用以61%多的选票 获得这个选举的胜利 那这一次选举基本上 其实有非常多人质疑 但是它有几个特色 一个特色是 它是那个现场是有 用网路摄影监看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不太可能有 太重大的一个舞弊情况 我相信或许个别零星的可能会有 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 它是一个在半公开的状态下 所进行的一次选举 是 对 而讲到这个半公开的状态之下 所进行的一次选举 我们晓得就是俄罗斯它的经济 能够成长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 是靠它的这个石油输出 那比如说在2008年 全世界发生这个金融海啸的时候 也就是因为这个石油的 这个需求量变少 让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往下跌 那您认为就是说 这个俄罗斯在短期之内 它的经济表现会怎么样呢 对 这里面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我觉得石油这一个问题 绝对还是未来俄罗斯最重要的一个财政收入 那普丁也就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它才敢大开支票 所以对包括一些老人福利 甚至大学就学的一些学费减免 这些政策都是它在这个过程里 不断去开出来的 那我也相信也就是因为 所有的能源物资一定是国家资源 一定是由国家掌握大部分 虽然说现在俄罗斯很多民营企业 都是跟能源相关 所有的大富豪 前几大富豪 几乎全部都是这个行业里面出身的 但是主要掌握的还在于国家机器 所以也就是因为国家机器掌握了这些 所以它可以做一些从分配的动作 所以对为什么会有说回来 就是那么多普罗大动 比较倾向于支持这么一个 一而再而三回来执政的人 对 而讲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除了大陆的政治核心 在做政府工作报告两会的进行 还有俄罗斯的总统的选举 在刚刚这个结果也已经出来了 而接下来我们还要请总编辑 带给我们点评的视频 台湾社会现在是风火连天了 因为瘦肉精美牛问题的进口 让马政府是穷应付 还爆出了农政单位 一次刻意隐瞒激流感的疫情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